陕西宝基2019百合杯国际乒乓球大赛圆满落幕 本次大赛分为男子团体女子团体两个大项 共有来自中国澳大利亚尼日利亚等9个国家 1000多名选手参赛 经过4天的激烈角逐 最终陕西通运队夺得男子团体大奖赛冠军